Maggi, 其實Maggi居住在天水圍 她對每一樣事物都充滿好奇心 我很喜歡她的 Maggi, 其實很容易穿 The landscape flows among the chilly skyscrapers I'm burnt in the dust Gliding over the smoky flowers There is a sound sucking the thunder There is a boy paring away his wonder Desire, Hatred, Joy are all swallowed by the sleepless city 我很想做一個普通的二十歲的我 真是二十歲的女生的生活 可以上班每天都去逛街 看戲吃飯 變回一個正常人 就是這麼簡單 2005年9月28日 那天證實了有骨癌 醫生一開始見我 他說現在需要馬上接受化療 一開始有六次 差不多三個多月 然後休息兩個月 休息好身體 做換金屬膠的手術 我把膝蓋的骨折到這裡 那一節骨也切了 現在裡面就是一個金屬人工膠 腫瘤和我本身的膝蓋 就被它切了沒有了 接著做完手術之後 又繼續化療 如果不算插頭 我做了十次 計算插頭, 做了十二次手術 我是1987年6月5日出生 這是熟透和雙子座的 我要想再說一個 光頭火星人 其實… 首先光頭就是我脫掉頭髮 火星人 我是抄少林足球的照味 那時候 拿了名字叫火星人 光頭火星人 還有我很特別的花療 喜歡吃奇奇怪怪的 厚垃圾 朱古力 糖 還有吃東西很黏 所以媽媽說 你回去火星吃東西吧 我看到對面床的女生 全部都脫掉頭髮 她說你很快就脫掉頭髮 然後我說不會了 我下了幾次藥 我還沒開始脫掉頭髮 因為我當時很貪美 我不想沒了頭髮 怎料有一天開始脫掉頭髮 一條一條, 然後一堆 然後在哭 不斷流眼淚 怎麼辦 脫掉… 脫掉到變成河童 撒脫掉 媽媽,你幫我找電產 剪掉它 沒有頭髮 我明白那些和尚 為什麼沒有頭髮 為什麼她要剃掉頭髮 就是想沒有煩惱 對呀, 每個人都說很帥 現在我叫火星人 沒有光頭, 又有頭髮 對呀 喂…Maggie 花療是不是很辛苦 對呀… 辛苦到下不了床 又經常不斷吐 我在醫院, 那個花療病房 沒人陪, 不可以來探我 那… 媽媽就在遊戲室 拿了些用具來做了些動物仔給我 她說, 這班是朋友來陪你 那這個就是媽媽 這個就是我的狗 她全部都… 全部都來陪我 分離焦慮症 狗的分離焦慮症 她一… 不見主人在家裡 當我困住她一個 她會很…很害怕 為什麼…媽媽, 姐姐不見了 她像我半個男朋友 我有時不開心呢 又來了 躲在房間裡哭 沒有人跟我聊天 我會抱著啵啵 我說, 我真的很不開心 你聽到我說話 就算我不出聲 我只敢流眼淚 她在做她自己的事 但她好像感覺到我哭 她會走過來舔你的眼淚 她好像在探望你 我有一次… 試過… 我真的很想見到啵啵 經常在哭, 扭計我想回家 但媽媽、爸爸不讓我回家 因為家裡多細菌 他們偷偷地運了啵啵 去麥當勞叔叔之家 住了一晚 所有人都不知道 然後… 就是我… …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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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平时不是的 很純粹的 我18岁其实不可以进入儿童癌症中心 我的骨科医生他说 你刚刚18岁又不大又不小 是这样最开心的时间 你当然跟小朋友一起过 你的病都会快一点 因为化疗那段期间 就是有癌病 是很寂寞很孤单 没什么不陪的 刚刚这里有一帮很开心的小朋友 在陪着我过 我在他们身上找一些童真 他们不会记得他们自己有病 会拿着一支怪掌 到处跑、到处跳 就是一群这样的小精灵 全部都没有头发的小精灵 一直叫寶文姐姐一起玩 有几个朋友他都叫不住 即是他无端竟 今天好好的 我们大家一起玩笑笑 但无端竟他明天就走了 很不值得 我这么差的状态 会不会下一个到我呢 我很害怕 然后我开玩笑和妈妈说 妈妈 如果我真的这么不幸 突然就走了 麻烦你把纸杂给我 有一次我一站起床 完全不知道已经躲下了 暈倒了、幽黑了 然后我只知道 这里我记得是老海里面 有一群小朋友 好像天使仔 全部穿着白色衣服 你快点起床 你没事的 你快点回去吧 是白蒙蒙的 我感受到死过一刻了 真的很害怕 我一直流眼泪 一直听我妈妈都哭 我很害怕 很害怕 背后就走了 因为我很多事都还没做 那 我醒了 医生只不停拍我 不停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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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一直听到声 真的听到声 我说我不能睡 我不能继续 这样 对了 不停拍我 不停拍我 我在医院那里 经历了这么久 很久都没出过院 但当我一出院 走出第一步 望上天 最舒服的 就是看到天空 很开心 很开心 有一种 我自由了 那种感觉 天空其实很大 很高 很漂亮 那些云 它的形状很有趣 有些像小白鱼 有些像小狗 有些像值得的棉花糖 那样 绝对不可以跑 绝对不可以跳 那穿高跟鞋 又不行 我踩不到单车 还有 走楼梯 都是很差 要一级一级走 我真的想跑回 跑步 我想试一下 那种速度 那种感觉 很久都没试过 5D班607号室 中午不业 最后一个班房 正常的18岁 是可以很开心地去过 每天可以吃喝玩乐 但我的18岁 就是在医院那里过 有这个病 是一个转裂点 很难去过 这段期间 就是要靠自己 以前的我是很悲观 就算是很开心的东西 我都会突然坐在这里 静了 之后就会开始流眼泪 不知道是不是双子座的性格 但到有了这个病之后 可能已经哭得太多 很想去用笑 来再过以后的日子 会开心一点 你多笑一点 人都会漂亮一点 他很贪玩 他又找不住 整天都是心想想飞出去 伤子座 其实陪着我那段期间 在妈妈哭得最多 我… 因为由开始医病到现在 他的付出真的比我多 我只是躺在病床 我的职责就是躺在病床 接受治疗 而他要兼顾所有的东西 二十小时全天后 他自己其实已经很累了 但还要理我 那些小姐脾气 我化疗的时候 是很容易发脾气的 我对谁都发脾气 不断大叫大哭 每天到那个物理治疗的时间 都是哭定先 是很痛 如果你不屈 那些肉就会变成了 而脚也变成了 两个月之内 一定要屈到有九十度 听到我大叫得这么凄凉 那么厉害 那… 他就会哭到一耳边在这里哭 那有一次 我直头痛得要说 我要死了 你斩了我的脚 然后妈妈… 嗯… 他很激动 我说如果你在这段期间 你不屈脚 你以后的脚就用不回 所以你忍痛也要捱过这一关 都没人试过脱脱鱗鱼 一定要我不准用拐脚走 那只叫AK47 对, 那只叉叫AK47 第一天其实我很害怕 我已经不懂得走 但我又想去街上 那…唯有迫着自己用一支叉走街 那之后呢 又不让我用另一支叉 是我… 好像一个小孩刚刚学走 那样 一路一步一步地扶着牆 或者自己在大空地 哎呀, 很开心我走到了 那样 好…很辛苦 每天… 都是… 常常懂得哭 而且没什么人可以帮到 那…回到麦当劳宿宿之家呢 就…有大家其他家庭呢 他们看到你… 他们好像自己的家人那样 真是… 安慰你 是吧 他的骨科医生呢 和我说 嗯… 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先进的手术呢 可以帮到他保留疑脂 换个金属脚在里面 当时呢 那个心情呢 是…放松了 好像… 中了六合彩 我中了一层楼那样 我就回去做义工 因为呢 我们… 曾经都是受惠过 那我觉得 我们住了那一… 一年多两年呢 那段时间呢 很清楚呢 每个家庭的心情 和那个感受 那… 那… 我自己喜欢做东西 那… 那我就… 回去做义工呢 就是… 专教那些家庭呢 做蛋糕啊 甜品 那… 每个人不开心的时候呢 当你有些美食拿出来呢 他们特别是… 那个人都会很开心 施比受更有福 有健康的身体就是快乐 每天这样笑就是开心 我今天呢 要做一个… 朱古力三重咒 蛋糕做给谁吃的 那首先呢 我们要做一个 朱古力的清蛋糕 是做给我最喜欢的人吃的 还有最疼我的人 材料呢 就有四只鸡蛋 有这个面糖 还有可可粉 这个叫菇寒刮 听人家说吃朱古力可以减压 开心点的 真的 是,很喜欢朱古力搭配烂酒 吃到人家特别烂 不知道 笑什么叫做帮忙搏量 焗好的蛋糕呢 就要切一半 倒一层的慕斯 另外这个 做的 我只是做一个 人家只吃到那个 第一刻摘到那个感觉 很惊喜那个样子 是我的心意 我不喜欢拿去卖 做完了 我们也有粉色 第一次是用这样的心情去切蛋糕 你用了很多心机 放了很多精神进去做每一层 到最后这一层 是最漂亮的装饰 代表我的将来很漂亮 我当时一个大肥妹 由160磅 开始化疗 就跌到最后期完成化疗 剩下106磅 很难服侍的 很辛苦地煮出来之后 你拿到它 他就说 我想吃隔壁床的那些 很厉害 我觉得他短短的两年 厨艺精湛了很多 什么南方的刀上面也懂 香港的砥仔糕也懂 然后越南的千层糕也懂 又做马拉糕、蛋糕 又做曲奇饼 又做很多 拿去医院那一盒一盒 打开了 你喜欢吃哪一盒 但是我做得这么辛苦 他也是一口都不吃的 还有碗仔翅 我最喜欢吃碗仔翅 整天都说 做给你最深爱的人吃 我们有没有份 你就是我最深爱的人 你知不知道我们是谁 他是我最疼的人 他是守护天使 他每次听我说想自杀 说我想放弃的时候 他一定会在我身边捉住我的手 在哭着骂我 他说 你死了 你没有想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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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想过我这么辛苦 让你这么大 你不想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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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在你身边 我会在你身边 你不想过我 他回答我 你不想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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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答我 你也支持到 一路其實真的很灰很灰 如果不是在媽媽的身邊 用這些說話來支持我 我真的很可能會自己去 想一邊自殺 其實 每一個人我覺得最重要一定是 親人 你的爸爸媽媽 哥哥弟弟姊妹 他每一件事都是以你為先的 親人是最重要的 他不會說拿你好處 每事都會遷就你 當我有這個病 我真的覺得自己像一個公主 他們真的很疼我 很遷就我 還有每一件事都是我喜歡怎樣 他們都會做給我 譬如我想要天上的運 盡他們的辦法 他們可能都會給我 我是1987年6月5日出生 是熟透 而且是山寺座的 字幕欣賢 字幕開玩笑 字幕開玩笑 劉仁 都會預党 你還用想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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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